接下來要介紹的新能源是潮汐 然後呢我們在地科已經帶過一次了 正式交釋後面就是月球式影響潮汐的主要力量 然後地科給你解釋怎麼回事 然後潮汐呢就會有個水位差有高有低嘛 就利用它的水位差然後呢來做發地叫做潮汐發電 你是所謂的未能換成動能 動能換成電能 電能 電能 總成電 OK 火火輪機之類的潮汐發電 然後呢一樣 它跟它的優點跟鳳汐發電基本上差不多 缺點就是要有足夠的潮汐 潮汐要夠大 台灣某些地方的潮汐不夠大 中部的潮汐比較大 有地方的潮汐比較強 然後呢還有一些海水侵蝕的問題 還有暴風雨的問題 可以把東西打壞的問題 還有生殖呢就是利用生物 利用植物啊 這些東西 或者是牛糞哪那種東西啊 來做能量 做能量可以這樣生殖 有一種直接燒 你就燒牛糞 或者是燒乾澀渣 乾澀渣直接燒 或者是利用發酵 把它轉一轉 轉成我可以用的東西 做成酒精啊 什麼之類的 澡氣啊 或者是再利用一些化學方法 讓它產生一些我所需要的化合物 可能一些所需要化合物 就是生殖能的運用 就是一些大致上給你寫一個過程 看一看就好 甘蔗啊 然後怎麼樣做成汁啊 做成渣渣啊 怎麼樣發酵啊 然後怎樣怎樣呢 也可以來做這個做那個啦 好素 來源豐富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嘛 玉米啊 也可以啊 甘蔗啊 也可以啊 技術的也是重嘛 技術很簡單 然後溫度也不高 直接種就好 然後也不會有空氣污染 問題也是要轉換效率低 而且你需要很大的地 你要一大片土地來種 種玉米啊 種甘蔗啊 洋米來種 然後呢 這個還有一些別的問題 像比如說他們說要把用玉米啊 已經好像八線啊 也要做玉米啊 然後做 還是美國忘記了 他要做玉米啊 然後做酒精啊 做生殖酒精啊 生殖機油啊 結果發現 玉米可以拿來幹嘛 拿來吃嘛 對不對 拿來養牛嘛 結果你把它拿去弄玉米的時候 吃了就變少了 吃了就變少了 你可以吃了就變少了 然後所以 還有別人 你如果上網才查到 你上網才查得到 還有提過很多生殖能 其他的問題 所以沒有那麼美好 然後目前能源問題就是 基本上他們的技術都有待提升 商業運轉 商業就是要賺錢嘛 比如說我花成本一塊 賣你兩塊 OK嘛 可是如果我發電只能賣你三塊 可是我成本要五塊 那怎麼辦 那不然就是 那就不賣嘛 不做嘛 那就是政府要補貼我啊 政府貼我三塊嘛 政府貼我三萬錢 這樣子之類的 OK 所以 再 而且大部分都受到地點的限制 風力發電要有風啊 太陽 能發電要有太陽啊 要有太陽啊 潮叉 潮叉 大家有很多的潮叉 潮叉 然後目前大概就是水力比較用得多 水力用得比較清楚 比較多 可是水力發電也有問題啊 因為有人在做改進啦 但是目前大部分的水力發電就要蓋水庫啊 我跟妳講過 蓋水庫有蓋水庫的問題啊 蓋水庫有蓋水庫的問題啊 那另外一個未來胸和融合 就是 氫元素總化成重元素 就是太陽會發光發熱的原因 它有很多好處啊 它有很多好處啊 它原料取得很容易 氫嘛 水電解就有氫了 OK 電解就有氫了 而且電解是化學變化 核溶核四核反應啊 這能量差很多啊 所以OK嘛 然後也沒有放射性肺料 OK 出來是乾淨的 很好 可是目前是無法控制 它需要極高的溫度 目前只能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 它發生就炸掉 碰 做成原子彈 但是無法再可受控制的 我們在發展所謂的低溫核融合技術 什麼叫低溫核融合 正常的高溫要上千萬度啊 上千萬度 太陽中心的溫度上千萬度 我希望能不能漲到低一點 比如說五六千度 一萬度就可以發生 叫低溫 相對而言叫做低 那目前為止 目前為止沒有成功 或者是簡單做出來的 吃跟吐的不一樣 消耗五百交二 產生一百交二 這樣沒有用嗎 這樣沒有用嗎 我們現在想辦法 OK 好 謝謝課堂練習 謝謝課堂練習